我船正航行于大西洋 现在海上风力11级 前面100海里处有一个台风 好假的 这给我晃了 一宿没睡 大家看到我们的摇船一直在晃 但是船舶依旧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我们船抗风等级达到12级 即便15级的阵风也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可以看一下周围的海话 怎么样 刺激吧 在航行7个小时就可以脱离台风的影响 作为一名远洋船长 压力肯定是有的 虽然收入很高 但是奸上的责任也是最大的 我们船员的职责就是保障船舶的安全秘书 这一次我们船从巴西的图巴朗港口 装了21万吨铁矿石 目的地是山东日照南山港 我们船需要横跨南大西洋 绕过好望角 再横跨整个印度洋 进入马六甲海峡 穿过中国南海之后 沿着东部沿海一路北上 最终抵达目的地 山东日照 预计航行33天 全程11400海里 差不多就是21000公里 现在我船正死向大西洋的深处 航向120度 这段航程其实并不孤单 巴西最大的铁矿石公司叫淡水河补 这个公司每年70%的铁矿石 都会出口到我们国内 所以很多船就像我们一样拉铁矿石回国 没事的时候在高屏上找他们谈谈人生 谈谈理想 还有最重要的问一下工资待遇 哪里的福利待遇好 我们这个行业是这样 船员是整条船的灵魂所在 是船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的船已经开到了哈望角 因为这个地方位于咆哮西风带 常年狂风恶浪 所以很多人也叫它风暴之角 10米以上的风浪那是家常便饭 这次运气还不错 海况还算平稳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船全长300米 宽50米 四季吃水18.4米 从船底到上层建筑有50多米 差不多16层楼那么高 主机油耗大约80吨每天 续航能力15000海里 现在我船已经进入了印度洋 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船略有晃动 冬季的印度洋海况还是不错的 这次让你们失望了 没有太多的惊涛骇浪 船头这几只小海豚好像也很高兴 估计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能出现在我的视频里 远处还有一群海豚 这也太壮观了 放大洋航行 船员还是很舒服的 今天船上安排的吃烧烤 烤乳猪搞起来 这次回国 有几个船员兄弟要休假回家 船上大开宴席 猛吃三天 吃这么好 不去运动一下 肯定会涨标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船上的健身房 四条船 健身房的设备还是比较多的 就看你是否喜欢露铁了 假如你能养成一个良好的健身习惯 跑几个月船 回家休假 你老婆肯定对你刮目相看 有老铁留言 想看看普通船员随手机工的房间 今天必须安排一下 床 沙发 一个小茶几 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可以冲凉洗澡 船上都是标准的海景房 硬件齐全 每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老铁肯定又一问 船上有没有女人 船上能不能带老婆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但是不方便 其实在2019年的世界海员日主题 就已经提出 船上工作 性别平等 强调了女性在更广泛的海事领域就业的机会 特别是从此海员职业 提倡航运界提高性别平等意识 说归说 我跑船也有十多年了 在船上就从来没有碰到过女同事 希望主管部门能够落实一下这个问题 不知道老铁门是不是也支持我的想法 现在已顺利通过马六甲海峡 很多人问马六甲有没有海盗 前几年的时候 的确有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但说实话 东南亚这边不能算正经的海盗 我觉得叫他们海偷还差不多 接下来马六甲海域附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真的是玷污了海盗的这个职业 其实全球90%的海盗结石事件 都发生在西非的吉利亚湾和东非之角 索马里亚宾湾一带 不过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某轮航行在中国南海 虽然每天与大海为伴 但是说实话每次走到南海我都很开心 因为靠着祖国心里踏实有安全感 通过了南海后我们船又穿过了台湾海峡 航行于东海海域 再过十几个小时我们即可抵达目的地港口 山东日道港 本航次也即将结束 这21万吨的铁矿石卸完大概也就三四个小时左右 你们肯定会怀疑不可能这么快 我去过很多国家从来没有见过比中国装气货速度更快的国家 在这里为中国速度点赞 方便的话你们也给我点个赞 顺便加个关注 下个航次我们还是会启航开往巴西 继续行走在海上的丝绸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